應該我們這一代的人 平常都還蠻關心就是國家大使這樣子 那也不能說去支持或是不支持 就是你想要知道 人都會關心一件事情 都會想要到現場去看發生什麼事情 國會的問題 那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我想美晴副總統 他就是平常在美國應該蠻想聽 比較搖滾或是比較有節奏感的音樂 但他跳舞真的蠻可愛的 因為一來我們剛好也是在台北市區活動 那二來其實 應該我們這一代的人 平常都還蠻關心就是國家大使的這樣子 那也不能說去支持或是不支持 就是你想要知道 人都會關心一件事情 都會想要到現場去看發生什麼事情 現場的音量 那有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大聲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就是 為什麼我們大家要在下班 或者是下課之後 還要有一個這樣的理由讓我們走上街頭 那就是我們自己其實平常沒事就是在練團 練團就是我們工作 那其實那幾天我們都是練完團 然後腳很痠就不進手裡 這樣子 那音量的問題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國會的問題那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這樣子 那就是如果有住院的病同就是受到打擾 那就是我們會就是在整個社會一起改善 其實台灣是一個蠻多元的社會 然後也是亞洲第一個通過重魂的 那我們會覺得 其實台語或者是搖滾樂的歌曲很少是這樣子 去為某些族群發聲 那這也是我們在做音樂上面會想要做的部分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可以改善出 都可以改善出 抱歉 搖滾樂的 全部 都可以改善出 勒